给大家分享一些内部的信息 Job opportunities in a few years 我进DOE从16年进Public School 现在工作也第六年了 Public School 我进DOE包括说之前的一年 从14年15年就关注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业 这是六七年之内的非常 现在DOE是非常缺老师和助教的 It's a big staff shortage 大家如果关注新闻 包括说新学生 如果家里孩子在公立学校 可以知道 从COVID year开始 我们学习 不单说我们学校 大规模的DOE 很多老师 第一个他有可能辞职不想做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一个很多的老老师 retire retire的话 有这样几个原因 就是大家知道 去年的话是remote back in person teaching 很多很多的 我们学校有一个 大约有170个老师左右 有11个老师在去年同时一年的时间都退休 我是在这工作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DOE这么多的老师和parate 在同时一年的退休 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知道 其实今年的学生比较难带 因为去年在家也惯了 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管小孩子 所以他们今年要back in person teaching 都是在去年同时 这个时间退休 另外一个原因 大家知道COVID vaccine 都city employee the amenity to have COVID vaccine 我们学校也有前三周 开始有一些staff不来上班 因为他们有各种religious concern they don't want to get vaccine 所以像前三周之前 是拼命email各种 叫sub para,sub teacher的 因为有突然我们学校也是减了 去三周减了七八个人 就不能来上班这样 OK 然后另外一个点 大家可以知道 从去年COVID之前 你如果已经在这个teacher candidate program 你已经在读master 想要当老师 去年的expectation requirement 是最低的 我们正常老师是已经 需要四个考试 但是去年的话 因为school is close student teach it's difficult 他去年的话 都有两个考试是减免的 有两个非常重要 非常难的考试是减免的 你就要通过两个考试 就可以当老师 你说DOE一般这种情况 以前不会出现 大家缺老师 缺到什么情况 就基本上说 只要你赶紧读个master 你再读的话 你想去学校就去吧 因为我们学校是真 我们整个DOE 是非常缺老师的 特别是去年remote teaching 现在的话 大家知道一个老师 有ratio 比如说一个班 对着多少个学生 也是去年大规模的 在招老师 因为学生之间 比如说老师 there's a teacher student ratio 比如说规定一个老师 对15个学生 或一个老师 对20个学生 现在因为COVID 还在每个期间 这个ratio 之前有一个班 可能一个老师 现在的话 需要两个老师 是非常非常缺老师的 所以大家 在这个时间 进DOE 真的是门槛非常低 我从16年到现在 没见过 这么缺老师的情况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上梯的课 尽功效 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OK 大家这边 我还post了一些 New York Post New York Time 那些文章 然后我们 如果有机会 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大家 所以大家今天 能来参加这个讲座 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真的是 有第一步 有这个motivation 有主观能动性 接下来的话 就希望大家能参加这个课 然后能帮助大家 找顺利找到功效的工作 好 我讲的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